歡迎收聽AEA頻道 今天就看到彭博有一篇回顧 就是講返之前 有一個對沖基金是爆煲的 在美國 那個基金的名字就叫做Archegos Capital 就牽涉到一個名叫做彪環的 一位亞洲裔的美國人 我最初見到這個姓氏環 我最初就在想是否中國裔 後來調查資料 其實這個姓Hwang是韓國的一個姓氏 所以這是一個韓裔的美國人 其實這個Hwang是遠古來自一個中國姓氏 就是姓王 普通話的譯音就是Hwang 在韓國隨著時間的演化就變成Hwang 都是環 彭博的標題就是 這個標環如何可以在兩天之內 不見了200億美金 講少少這個人的背景 他就是1982年跟隨他的家人移民去美國 就在加州讀過大學 然後就在卡內基美龍大學拿了MBA 畢業之後就在兩間證券行做過銷售 跟著後來就轉去Tiger Management做分析員 在金融圈打拼了很多年 累積了財富之後 他就自己成立了這個 他就是一個家族辦公室 他就說他只是用他個人的財富去成立這個基金 他這個家庭背景 都不是出生大富大貴的普通家庭來的 就是出生於一個牧師的家庭 所以他的財富相信都很靠他在自己的投資領域賺回來的 在金融圈那裏自己賺回來的財富 這一篇報道說 現在我們很流行說的 就是這個 有些網上的Youtuber 我聽到他叫他乾媽 就是這個Cathy Wood 那個ARK基金 是有跟這個標款的公司在研究上都有些合作的 那ARK就是近年冒起非常之受歡迎的 由這個女股神Cathy Wood去管理的基金 專門投資一些未來的科技產業 即是一些可以用科技大大改變到人類未來生活的一些產業 就是ARK專門有一些基金去投資的領域 那彭博這一篇回顧都有點長 我就看完之後 消化了嘗試簡單講解給大家聽 其實就是這個標款 他去投資股票 他就是用一種SWAP的形式 那大家不要理這個名字 他其實就是跟Blocker的經紀合作 Blocker就會持有某一隻股票 那這個標款他就不開名的 然後這個標款就跟Blocker簽一個合同 合同就是說 總之這隻股票 它升或者跌的收益虧損都是屬於標款的 而標款呢也都可以是槓桿的 就是他 譬如他放100元本金 那他是可以放大的 就借別人200元300元去買入一隻股票 簡單點來說就是 阿標款 借Blocker的名字去買賣股票 之餘Blocker還可以借錢給他去買賣 就是這樣一回事 那Blocker其實就是金融機構來的 那問題來了 就是他不出自己的名字 就變成他可以借完一間又一間 就是他跟A財務這個機構 借完一筆錢買了一堆股票 那他又可以再問B借 借完B之後又可以再問C借 因為ABC之間 他們都沒有辦法掌握到 究竟阿標款是拿著哪些股票 和借了多少錢 總之 在Blocker來說 即是每一間Blocker來說 你總之 那個股票下跌的時候 你補到倉的 就OK 那標款當然就是跟Blocker的關係很密切 那些Blocker也知道他財力十分紅厚 所以一直以來都繼續做生意 但是當他借完一間又一間 說幾間都是用同一個方法去槓桿的時候 那你如果假設整個大市一塌 那你十個煲只有九個蓋 甚至乎十個煲只有五個蓋 那你十個煲都要你蓋蓋的時候 你根本蓋不完 所以他就變成連續幾間借錢給他的 都補不切倉 那不夠錢補倉 你任何一間叫做 斬去倉 即是 橄欖自然價把他的股票買出去 那便變成 繼而有一個淺踏式的股票下跌 所以就是傷亡慘重 變成了兩天之內 就是蒸發了二百億美金 整件事就是 主要出現在那個SWAP的合同那裏 即是如果不是他匿名的 你譬如說他用自己的名字去持倉的 那你理論上那些借錢給他的金融機構 他應該是可以檢查得到 喂你本身那個倉 那批股票你已經是 做了借貸的了 那你其他的那些 金融機構變成會謹慎些 他會看著你借 但是你一變成匿名 他根本都不知道原來 他是持有哪些股票 和哪些股票拿去借貸 那便變成他可以借很多間 所以爆煲爆起來 便更加嚴重 那這個就是我看完這一篇的回顧之後 嘗試SILVER就是簡單去再解釋給大家聽 但是如果有些網友 是知道有哪些地方 說得不清楚或者說得不對 都是隨時歡迎留言給我們 是指證一下我們 那今集內容先簡單報導到這裏 希望你們多點訂閱點讚留言分享 多謝你們收聽 下次見 拜拜